太阳光电和风力发电都是建构低碳有序的目标 目前推广建构的太阳能光电行动项目 特别是针对太阳光电能源政策 太阳光电基本的知识 太阳光电申请的流程 电能的费率及设置费用和效益试算 PVS口太阳能光电能源技术服务业的介绍 出租房屋屋顶能够安装保养注意事项实施的介绍 增加民众对于太阳能光电设备的了解 并且促进设置的意愿 在施工上的部分 那个业主他们基本上他们蛮支持太阳光电这个绿色能源 所以在整个工程的进展当中 他们都全力支持 然后来协助我们把这个工程完成 那包含是说我们在台电这边开花段 那还有这个台电这个配盘的部分 这边那个所谓的低压盘的部分 都是那个 那个首瑞这边的工程人员 有协同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那我们顺利可以可以在一个 如期如指的方式来挂表 首先太阳光电它这个除了我们所谓的 它是绿色能源嘛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允够去给台电 这是企业他们目前投资的一个 有一个投资效益 那当然除了这个投资效益之外 那还有一些像屋顶 我们设置太阳光电的时候 它这个像所谓是这边 它在屋顶设置完之后 它底下的那个所谓是相对凉爽的 那这是它的附加价值 那当然太阳光电这部分 它是属于绿色能源嘛 那也是让我们以后 废核家园的部分 去更直接的一个发电效益 那其实在国外这边 它也有衍生一些所谓的 碳交易的这个所谓的碳税的部分 碳泉的部分 那这个是未来可能 十年二十年过后 它所谓衍生的一个 所谓它的价值 那目前就是装光电的这些业者 它可以现在享受到 卖电的这个效果 降温的效果 那它未来可能有一些碳泉的交易 碳泉 享受这个碳泉的那个 所谓这个全球性碳泉的 这个交易链的这个成果这样子 招日能源经理黄艳志说 绿色能源又称为清洁能源 主要是为了低碳的燃料 从燃料中取得利用 都能够排放出较少的 溫室气体二氧化碳 可以减缓溫室效应的燃料 无污染的能源生产来源 能源获得与使用 都是较不会排放污染 对环境是零的威胁 是友善而尊重的 为未来的下一代 保留安全又完整的环境 时报新闻 王天然成以上 郭一文台南采访报道